彩像你說 各位總結大家好 歡迎回到彩像你說 只有想不到沒有不知道 我們很久沒有獨立自己過來 完成一支影片跟主題 今天我們要討論什麼呢 簡單就是我一直一定要討論文革的議題 但是原本以為這個主題在兩岸都很敏感 但後來發現其實還好 那為什麼要特別提起文革呢? 因為我們要開始討論文革這件事情 對於兩岸的這個成本 兩岸雙方的這個關係如此惡劣呢 現在其實你會發現 台獨份子他們有一個口實 為什麼說口實就是 這就是一個貨真價實的 不是藉口的 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理由 他完全很正當化的 可以去拿這個理由來 排斥大陸方面的這個人 這件事情跟文革的人口 在世界上面流竄有直接的影響 心裡受創的受創 那沒有心裡受創 再怎麼樣也會有一些扭曲 因為在那個大時代裡面 你為了要生存 你平常心裡面 根本不可能會去做的事情 比如說站隊 批鬥別人 無論是文鬥或者武鬥 或者講得更清楚更直白 就是為了生存 不擇手段 為了生存 可以去連自己的親屬 都要去做批鬥 有些地方開始出現飢荒 因為那個時候很多地方都 醫院 甚至公家單位 公共的服務 還有大學 高中 國中 小學 都已經停止 上班上課了 甚至糧食的供應 都出現問題的時候 那在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辦 除了自己的生存 必須要保障之外 根本顧不起其他的地方 這個世代的人 就揚起了一個狀況 非常非常的自私 這個不能怪罪他們 因為這是整個大時代 洪流所帶來的 整體的負面的影響 那這些文革受到影響的人口呢 就是現在 在大陸城 常常有一句話 不是老人變壞了 而是 壞人變老 那這批人呢 在過往的這個 出現改革開放 然後越來越開放 這個深圳啊 什麼各種架構出口區 都出現了之後呢 然後 那開始 大陸的內地就開始有錢了 那這些人就開始 跟著這個 近代的 2000年初期 中期跟最近的 中後期嘛 2010年之後 那整個大陸有錢呢 就開始出去 誒 又更開放了 可以出國玩了 然後呢 全世界走透透啊 北歐 西歐 中歐 跟南歐 還有這個 整個北美洲南美洲中美洲 甚至台灣自由行 等等之類 但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大陸這麼大的人口裡面 為什麼好像我們聽到的壞人 總是壞事傳千里 但是好事不出門啊 為什麼 Sean的頻道裡面有這麼多 品質很好的留言 這些人都到哪去了呢 不是這些人消失了 這些人都被剛剛所謂的 被文革的人口所稀釋掉了 所以這些人 無論你有 你有100萬 1000萬的優秀的人口 觀光客出去外面 宣揚 我們中國大陸的 這個觀光客已經 品質 行為 都非常的良好 然後都不會 都是很良好的排隊 守公共秩序 公民的素質非常優異 結果呢 才講完這句話 下一個就 文革的老人家衝過來插隊了 這個像自己親身經歷過 在紅橋機場的時候 欸奇怪 我們就是已經在排隊 要排到我準備領登機證的時候 要趁行李 結果一個大媽衝過來 因為幫我們拿登機證 要辦理那個登機手續的 那一個人就是90後的 這個小鮮肉 小夥子 他就看到那個 文革的變老的壞人 他就說 不好意思 希望你先排隊了 我要先服務他 各位 這兩個都是大陸人喔 但是你看到行為模式 完全截然不一樣 這兩個人 雖然都是大陸內地的人 但是呢 因為他們受的教育 跟生存的環境 完全不一樣 吃飽了嘛 他根本沒有吃飽喝足的問題的時候 那怎麼可能 他怎麼可能會像 那個文革一樣 到處為了自己的生存 然後做盡各種手段的事情 骯髒死人 全部都做盡了 不可能的 他一定要去思考 為了他自己的 這個更高 我們所謂馬斯洛的 五個不同的需求成績 他為了這些更高的需求成績 他一定不可能去做這些 想都沒有想到這些 骯髒的 骯髒的事情 真的你在和平的年代 是不可能做這些事情的 那哪些事情 大家可以去看活著 他做有什麼事 那你可以在這裡面 其實感受得出來 就算是大陸人 其實品質的差異是非常大的 那更不用講說 這兩個世代的衝突 衝撞的時候會怎麼樣 所以像在之前在豆瓣呢 曾經看過一個社團 叫做什麼 父母接禍害 其實我在很久以前的一集裡面 我們曾經提過 就是 這個不同的世代的衝撞 這件事情不在港台澳裡面有發生 在大陸的現在的社會 這樣的世代的衝突更是嚴重 除了剛剛講的這種插隊裡面 另外一個更嚴重的是什麼 隔代教養 還有在前面 因為你教養一定要有小朋友 教養之前你要先有小朋友 之前你要先結婚 那我更推大家去看 我之前我最喜歡的女神 高圓圓 之前跟黃柏妍的一個片 叫做 咱們結婚吧 那裡面 他就直接自我形容 高圓圓的角色 叫做楊桃 他就自我形容 唉你看我這個 大靈恨嫁女 大靈恨嫁女 你這個聽起來有多麼卑微啊 但是這個實際上 在大陸的整體的主流價值裡面 的確是一個很強烈的衝突 一方面這種新時代的新女性啊 女孩子嘛 她那麼遠去蓋什麼 女孩子她們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 她們是我Charlie Song的女兒 對不對 對不對 是新中國的新女性 是將做大事情的新女性 對不對 這種更追求 自由平等的 能力自主 財務自主的 這些知識分子女性呢 她們希望 我在結婚的婚齡上面 要更往後延 因為我不要這麼早就步入家庭 步入家庭好像就是為了 成為一個 升職的機器一樣 但另外一方面呢 傳統的主流價值觀就是 啊女人就是應該要什麼時候 什麼時間點 26歲25歲之前就結婚 知道嗎 就是優質的女人被聖子 劣質的女人成為別人的太太 免得人家覺得你是什麼 銷售賣不出去的 滯銷品啊 這就是很物化女性的一個態度 那 那趕快步入家庭 夫家還有為了自己的這個婆家 跟自己的娘家都爭光 趕快肚皮要爭氣一點 趕快生小孩 最好生出來一個 胖大壯丁啦 爭一口氣 不要好像覺得自己都生不出來 是不是身體有一些問題 免得隔壁村的三嬸婆的 大舊子的二姑媽的三表弟什麼 在那邊嚼耳根 那這兩個價值觀 你可以聽得出來非常衝突 但是呢 很奇怪的事情 在前述的那種新時代 很高學歷的女性呢 她們 如果她們不是一開始就是 北上廣盛 重慶武漢這種大城市的戶口的話 村裡面 縣城裡面出來 她們通常還是會 福音父母在故鄉的時候 她們的主流價值觀 為什麼 因為父母她們所福音的價值呢 所受到的社會壓力 是依舊存在在那一些她們的老家裡面 那這些社會壓力呢 就會在壓在父母的頭上的時候 父母就會把這些社會壓力轉到 子女身上 而子女就很痛苦了 內在衝突了 好吧 我回去相親 我回去相親完之後 見到這個相親的男人 得一個月到半年之間的 不等的時間 都很短暫 就結婚 然後剩小孩 小孩生出來了一年兩年三年四年 因為男女雙方的價值觀 差異太大了 結果就鬧離婚了 各位 我剛剛講了這麼長的故事 竟然都是文革世代所造成的這個狀況 剛剛我講的最後後面尾段 可能不完全是文革世代的問題 因為這本來就是中國華人 古老的這種農耕體系的社會 所轉移出來的這個價值觀 一直殘存到現在 但是呢 因為文革時代的這個世代 他們根本沒有所謂的 得到合適的教育制度 然後所得到的這些教養 所以他們對於教育呢 其實是不是那麼看重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對於教養自己的小孩呢 是不是很得當很得宜 然後會不斷的持續精進自己 然後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父母 這就是一個更大的問號 還有下一個 剛剛講的這些生的小孩對不對 還不要講說這些已經成 他教出來 文革世代已經教出來 已經成年的孩子 他們受到這些文革世代的父母 多大的文革的遺度影響 這是一個另外一個更大的問號 如果剛剛講的這些 90後 95後 00後 這些文革世代的 第一代生出來的小孩子 他們生出來的 孫子孫女們 又因為這些新時代的父母 他沒有時間教養 沒有時間去管 沒有時間去養 生了沒有時間養 那怎麼辦呢 不好意思 送回老家 或是把父母接到 這個北上廣深 已經我租的房子 或是我買的房子 好不容易打拼 出來的房子戶口 過來這邊幫我養小孩 那你覺得 文革世代隔代教養的時候 小孩子會出來怎麼樣呢 文革世代養出來的孫子跟孫女 又是怎麼樣子呢 各位 絕對不要小看文革 對於整個中國的影響 他甚至會讓 中國人這個標籤 已經不再是一個驕傲 而是一個很丟臉的事情 不是因為中國人本身是一個丟臉的事情 而是因為 被文革世代 這一群人在外面所洗出來 影響出來 污染了中國人 這一個 中國人應該是非常 溫良恭賢這樣 應該千充自義的 應該要是 很努力的 很積極的 很 節儉的 很謙和的 很願意跟別人交流的 開放輕鬆的 但是 不好意思 在文革世代的洗禮之下 這一切可能都 不再是 一個正向的 剛剛說的正向的字眼 的形容詞 都會變成負面的 你只要是剛剛聽到什麼東西 反過來操作 那就是他們給人家的 想法 給世界的觀感 給港台的同胞們的 我不希望這樣講 但是很惡劣很糟糕的感覺 OK 我希望透過這一系列 文革所帶來的成本 然後讓大家知道 文革對於整個世界來說 影響了多大 傷害了多大 這個中國人這三個字 還有中國這一塊招牌 的品牌價值有多大的損害 今天才像你說呢 希望透過這支影片告訴大家 文革的成本 第一集 那希望各位 多幫我們支持 按讚分享 記得小鈴鐺開起來 而且要提小鈴鐺 按下去之後要按 全部提醒 我們下支影片很快再見 掰掰 喜歡我們的頻道嗎 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開起來唷 您一直餓嗎 你一直餓嗎 對 對 對 在上吃的時候 一直餓 我一直想吃 對 我不會 想吃 請你的胸部 因為 什麼類型的 你沒看你吃呢 英語 像 英語 英語 стран 在台灣 英語 對 在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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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政治了 每次都在政治上的一種人的意見 他在台灣 I don't know So what do you Because you used to be part of the USSR What's your What's your different perspectives